今晚深喉嚨有多深化多深 大家都說多吃蔬菜少吃肉 可以預防大腸直腸癌早上門 但是臨床有案例 吃素二十年的民眾 還是罹患大腸直腸癌 醫生說這樣的迷思要打破 整個解變的過程當中 我們除了需要纖維質的攝取 我們需要水分的提供 我們還是需要一點點油脂的潤滑 植物性的甘藍油本身也是不錯的 從國外資料來看 吃素比吃肉罹患腸癌的機率相對低 但是從今年三月發布的 國外大型研究資料來看 如果素食搭配魚肉 罹患腸癌機率比單純吃素低 另外在腸癌治療上也有新突破 第四期大腸直腸癌新療法 以化療搭配標靶藥物 先把腫瘤縮小再動刀拿掉病灶 可以延長病患的存活率 現在有了化療加上標靶藥物 事實上已經到兩年半了 可以換這樣成果 所以都是一直持續在基本上 醫師提醒50歲以上的 民眾每兩年定期接受糞便 前血檢查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而醫學越來越進步 病友只要信任醫師 安心接受治療 晚期不一定等於末期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